詞曲 李宗盛 歡迎收看第三節的《足字實》 這節又開心點 因為已經講完歷史了 這節就講我們上個星期的第三節 就是講鑽石山火董場 還有這個靈灰位 Visius就得到一些建築界的大獎 是啊 然後斌哥就留了一個意見 原來我忘記了 名創優品 香港都有 建築界 不是的 不可以這樣說 只不過是 我想有很多 其實就等於以前讀書的時候 都很希望找一些 一些厲害 或者出名的偶像 我們會學習一下它的建築 是啊 參考一下 每一個都會先參考 相對性 Ando在當代的年份 很適合去做這一類型的設計 所以就可能有點像 即是有些運用材料 或者地圖上有點像 只不過是 包括一些洞 你不要這樣 幸好我節目沒有什麼人看 要不然你封殺我 在這個行頭 我講的而已 不要緊 上次我上個禮拜 我講過有兩個 第二個就是和合石 和合石 香港最有名的 很有名的 一個以前的一些 壯壯墓的地方 如果你上車 晚上11點 跟司機說 麻煩我上和合石 它是不會載你去的那些 我想你有一套電影 是不是陰陽路 類似這些 就是上去 麻煩他和合石 那些就不會載你去的 真的不會的嗎 會的吧 那裏全部都是墓地 你去那裏做什麼 可以拒絕的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 你可以試一下 我覺得其實是否 晚上是不可以去掃墓的呢 比較少 其實是不是因為黑鏡 摸身 而且它會關掉 而且那些 燈光相對性 即它沒有那麼多 即它那個地方 不是給你晚上用的時候 它有沒有那麼多街燈呢 即譬如飛鵝山 你會有街燈 因為飛鵝山 是給你晚上 所以它不知道做什麼 但無合石 就應該沒有街燈 即政府都有想過的 某程度上 無論如何 我們先看這條片 看完回來 我們又看看似什麼 與至親告別之事 我這個都是有難言內心被動 和合石火葬牆的建築設計 有合多種 富裔的建築元素 因應親屬 在莊嚴的葬禮局期間的情緒變化 給予苦衛或書界 位於入口的賭影池 為吊燃者洗滌心靈 新火葬牆各靈堂軍設友 獨立出入口 供巴士和令車停泊 讓家屬可全程緊守靈靈 為離世者送口 同時可避免與其他吊燃人士相互 靈堂內 從靈革台上方天窗透入的天然光 照亮靈革 使靈革成為儀式的焦點 儀式結束項 靈革不會按傳統方式 穿越掛簾送回靈堂後方 而是隨隨沉光地下 由於中國的傳統土葬儀式 將靈革埋藏地下 靈堂以種植竹叢的俠場庭院作為背景 不單使令靈堂內部增添大自然氣息 亦引用竹在中國文化的象徵意義 正直節粗 君子虛心 和脫足超群 儀式後 家人和親友來到中央圓景區 圓景區中心設有生命之存 設計為一塊不規則形狀的連結平台 檯面淺水蕩漾 氣泡從池底不斷舞出 緩緩上升 象徵生命的希望和重生 火化爐房的屋頂 辟設為寬廣的斜面草坪 附設流水景致 草坪區花木茂脈 景致開揚 家屬置身其中 耳亭流水散散 圓跳山聯蝶翠 約了他們走出哀傷陰霾 回歸現實世界 他讀這段 他很有感情 他讀這段 應該是用來銷售別人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先人 就應該在這裡 你不可以有半點興奮 或者半點哀傷的感情 他以為很平坦 有個剛才什麼流水 不知什麼 流水 徐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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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沉乾 緩緩有很多點線 這是形容詞 怎樣 漂亮嗎 我覺得很像我們之前 介紹過的某一些建築 好 好像那個 城市大學那個 沒錯 Daniel Nobis Daniel Nobis 原來現在的園堂會參考 挺漂亮的 這個不算是園堂 這個是Memorial 這個不是 這個是火化的地方 火化牆 對 火化牆 對 火化牆 剛剛先人過世 在棺木 可能在棺木上 就會送先人去這些地方 但剛才我覺得很漂亮 有些竹 石地 你說可以把先人的屍體 放在中間的位置 又是什麼 那就是準備火化 我們中國人的發展 就是我們會在那些 那些靈堂上 會晚上有一堆儀式 對 然後第二天 即都是園堂 對 第二天就會把棺木 和先人的屍體 即是現在 如果你要火化 就會運到這些火葬牆 然後剛才你看到很漂亮 即後面後面有一些竹 然後有很多自然光 然後那裏有一個石 這樣放在那裏 那就是到最後一刻 即是有最後的一些聖誕 做的地方 那個很優雅 那個感覺 就算他離世之後 都會被自然光照耀到的感覺 對 然後他剛才其中一個 即是有一些特色 就是那個棺木 就會向下沉 即是當他準備火化的時候 以前那個火化的波子 是向後面 然後按鍵 對 這個就把棺木整個沉 在下面 這樣 那這些就是一些新派 即是他們有想過一些滑溜 即是其實這些都是滑溜 即是我覺得好看一點 對 其實你參加這些平衡的人 就會覺得 即是舒服一點 好似是 就好似 因為其實火化就是以前 即是中國人就覺得 應該要全身體要保留 即是上次我講過 以前就是整個棺木 進去一個地下 即是外國那些 然後就是每人殺一堆泥 是一堆泥 那他想保持這個 這個進行的感覺 所以就把棺木沉在下面 即是沉在下面 然後才去火化 然後才退入去 就不會被你面前 好像一個輸送帶 對 那這些都是一些新派 即是設計的時候 有想過的事情 即是沒有那麼傷感 對 真的有處理過整個進行 或者家屬的一些想法 是的 譬如你說很多自然光 即不會陰陰沉沉 好像真的回歸大自然 這樣 譬如他有提及過 那個流行就是 剛剛完結了儀式的那群人 走的那個出入口 不會是下一個人進去的出入口 對 即是不會見到另外一些死者的家屬 是的 上面有個花園 亦有些流水 即是沽默論他那個外形 是不是 即是 即是有沒有參考 其實都是漂亮的 但整個進行是有想過 真的有重新再想過 只不過是有些處理手法 即是安逸的感覺 起碼不是恐怖 是的 這樣已經很重要 其實 上次說了 其實浪費了一個骨灰安治所 就好像山一樣 是的 這樣走上去 即是有一種可以去 爬山登高的感覺 是的 登高的感覺 而且很通風 上次有說過 他的對流做得很好 是的 而且他的形狀真的好像攀山一樣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和俠石 這個又是甚麼本 一直以來 靈灰安治所與人的印象 第五期 都是冷漠 恐懼和愛上 除了參加葬禮 或春秋二祭外 他們都很祭的 根本沒有人願意夾足這類情所 然而 成於大部分宗教所描述 死亡 不是終結 不是前往黑暗 充滿恐懼和痛苦的地方 而是前往一片明亮 開揚的天地 經歷再生 然後回歸至平和 新建的和俠石 靈灰安治所 希望通過設計 帶出這個理念 展現這類建築物的靈性涵意 和象徵寓意 和俠石靈灰安治所四周 被大自然環抱 隨陸仰言 擁有一個仿余公園的清幽環境 設於入口處的清澈水池 和重重脆足 自助讓拜祭人士洗滴心靈 去除雜念 然後先進入靈灰安治所 拜祭人士沿著一條軟然曲徑 到達靈灰堪大樓 大樓外牆採用木幕牆設計 木條之間留有空間 既可阻隔遠道路往上望向 堪塘的視線 又可令大樓內有充足天然光線 和對流通風 木幕牆的設計簡約 使靈灰堪區 配添戀儀 安治所留頂天台 迫設成草坪 上折比倫的道路 避免大樓對附近居民 在視覺上的影響 亦可為市民提供更多休憩空間 及在節日期間疏渡人潮 安治所設有紀念花園 讓家屬實放先人的骨灰 和設置紀念碑 為配合年輕一代的新概念 無煙敗祭 安治所內大部分坑位都設定為無煙坑位 敗祭人士 遇要焚香自製 所以使用設於坑堂以外 平台的指定坑香床 此外 冥強爐並非分設在 寧灰坑大樓內各樓層 而是整合為低座內的中央設施 在低座所設的 顧客電子資訊中心 環境寧靜 年輕一輩在這裡 可以利用互聯網作網上拜祭 顧客電子資訊中心外的草坪 以螺旋路径為形 予以生命完結後 輪迴再生的循環歷程 旁邊呈方形的倒影池 位於高台之上 池中搭石徑鋒足至水池中央 便偶然而止 再無去路 在此之處時 低頭一望 從水中倒影可以見到自己 驚驚獨立於瘡窮之下 水池布局清密雅致 惹人正心沉思 寓意人於離世後 會顧前生歷程 和合石寧灰安治所的建築元素 令整座建築物與大自然融合 襯游可以在一個靜密長和的環境中 向離世者致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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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即是木一條一條 即是你解構它很簡單 即是有很多平的石寨平台 即是Snap 然後有很多項目 對 他穿那件衣服 就是用木去穿衣服 對 但是不錯的 正如所說 這些場所其實有很多煙 就是 sunset 你可看到它 Tin 是 recruiter 我們爆發布析 刺銃 圖 の靠 它本身提供了某個地方 已經儘量減少這功能 現在通風也是很嚴重 Later 其實這些間層 它不會放冷氣 是啊 即是會不會有很多孔冷氣 而那束 enorm 就是某幾個月 突然有很多人 即是剛才的春秋耳朵 你可以幻想每一層 我當它有一萬個位置 即是一萬個先人 每個先人如果有五個家庭成員來探望它 雖然未必同一時間 但可能已經有幾萬人在那個位置出現 所以一定要有很好的通風 才能夠突然之間處理這麼多 對 如果不是很焗會變得 沒錯 所以其實這些 可以從這些設計 你都可以看到挺有趣的 其實每一件事都要考慮一下 到底怎樣去處理 還有那個環境也挺漂亮 你看到下面有個水池 然後倒影很清幽 窮窮之下 諸如此類 又用一些很自然的材料 即是木 石 對 因為你不會做到 即是不想做到很華麗的意思 但我有一點不明白 就是下面的網上拜祭 是的 我們剛才也討論了 其實這個是怎樣行動的 即是網上拜祭 為何我不在家裡呢 為何我要特地去做 其實我覺得是否在家裡可以有一個程式 我每一早起床就拜祭先人 這樣可以嗎 可能是一些新的玩意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自己可以開發 真的有這樣的必要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會 無論如何 挺有趣 我覺得我們看完鑿石山 看胡合石 即是看到一些 新派一些的建築物 其實這些建築物相對性 在香港很多地方 你都看不到 是的 怎樣說呢 即是你不會見到 有一個新的市政大廈 或者有一個新的圖書館 會建得這麼漂亮 會建成這樣 當然中央圖書館被人罵到七彩 即是銅鑼灣的中央圖書館 但往往在這些位置的建築物 可能就是沒有什麼人管它 政府又不會作聲音 那就多一些自然發揮 又多一些 又尊重一下先人 是的 會看到一些多一些香港特色的建築物 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在香港好像全部洞洞都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突然間有些建築物 有些其他的感覺 因為你沒有辦法 其實這件事很奇怪 譬如你把剛才的建築物 如果你放進尖沙咀的文化中心 你會覺得很漂亮 是的 那件事是 但是在圍內的土地 你就沒有辦法處理得到 因為你那個位置 規劃上會有問題 是的 有些人又不會批准你 有些東西又不能拆掉 是的 譬如舉例 譬如 當墳化的地方 其實拿來做一個教堂 也很友善 是的 就是一個地方做一個公眾的教堂 即你可以做完那個面膜 然後才去做 是的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 即是 那些教堂的人 可能又不喜歡這個風格 那可能相對性就是 唯有剩下 舉例 譬如這些 先人的一些地方 即一些園堂的地方 一些墓地的地方 就會沒有那麼多規管 沒有那麼多人有耐性去管理 你為何要做到這樣 為何要做到這樣 那你的限制少些的時候 自由度高很多 是的 自由度高很多 某程度上其實都 即是不知道 即是我看到這些建築 我就會覺得 香港為何要去到這個 這個類型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其他的類型做不到 這樣就 一些 值得考慮的 很特別的 一些香港的風情 不及土地問題 可能下一次你有朋友來香港 日本朋友你可以帶他去這些地方 可能他覺得很美 我應該會的 我的朋友很喜歡看這些 可能他會覺得 我的靈魂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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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 是的 兩個星期 這個星期我自己稱之為 中 即是第二節 上個星期 上中下篇 下篇我們就找一些 有名的祝福出來看看 雖然我未做 少許搜集 但我相信有很多 希望看了這兩個星期 例如你再看一些世界國 現在出名的祝福 你便會開始感覺到 為何人們會這樣想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做祝福的人 都一定是有研究過這些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歷史意義 這樣再變出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應該挺好玩的 講這個題目也講了三個星期 沒錯 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喜歡走的你 又怎麼可以錯過呢